运动爱台湾运动夜市因新冠状疫情影响暂停活动 而近期疫情较虚缓也开始进行活动 县体育会总干事洪明慧表示 欢迎喜爱运动的民众 在每个礼拜三晚上六点半到八点半一起来运动 我们一天空九年的运动压期的运动热气的运动夜市 我们每个月都七行七九行一个活动 包括体势能 极拳 呼拉圈 棒球 还有太极拳 舞蹈 还有吹球 丁丁在这个国内从我们今天六月七十开场开始到我们十二月底 本一星期的拜三都会来到我们的体育长 在六点半到八点半这个时间 让我们的乡亲来做一个运动压期的运动和运动休闲 运动大使团志工队长王世忠表示 运动夜市的项目相当多 欢迎有空的民众共同来运动流流汗 我们所有爱好运动好朋友 我们运动夜市就是我们体育署以及南岛官政府 以及南岛官体育会 共同来主办的 我们每个星期三晚上六点半到八点半 我们在南岛官体育长来办这个运动夜市 有国家运动的提案外团 我们非常希望我们所有爱好运动好朋友 在每个星期三晚上六点半到八点半时间 可以并并来到我们的体育长来参加到我们的运动压期 县议员洪明科表示 因近期新冠状疫情较趋缓 运动夜市也开始办理 并指出运动对身体的好处良多 也欢迎民众共同来运动 促进身体健康 今天很欢迎我们台湾的疫情 控制得很好 现在也解禁了 所以我们南投县 我们的体育会 在我们体育场这些基板 运动爱台湾 夜市活动 陷阱真的要运动 我们这些好朋友 大家都踏着运动 人们说运动对身体一定好 在这里也要拜托大家 我们的疫情虽然是稳定 但是我们也是要注意 也要勤洗手 也要勤洗手 最好是每周 大家都站出来运动 运动 我们的身体健康 我们的疫情就没有来 运动爱台湾 运动夜市在每个礼拜三 六点半到八点半 于县体育场办理 县体育会理事长 副议长潘一泉 也欢迎喜爱运动的民众 一起来共同运动 流流汗 促进身体健康 记者邱明俊南投采访报导